你找什么呢 爸 没找什么我就想看看 我妈当年学查的笔记在不在这儿 什么时候有这心思了 我还以为你把你妈都给忘了 对了 爸 欣语的妈妈说过 当年杜叔叔研发了一个新的查业 我在想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呢 是不是您求胜心切 怂恿的人去偷 偷 偷什么 我会用那种恰似烂手段吗 老爸 你别生气呀 我只是问问而已 嬉皮笑脸 老爸 我笑也是因为我高兴 这下我就好确定了 这事根本不是你做的 我再次和你道歉 老爸晚安 我先走了 晚安 搞什么搞 董明强的茶叶配方 来 进来 这么晚了 有事吗 有事吗 妈 十六年前 你还在公司帮忙的时候 有件事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你问吧 不过我年龄大了 未必记得清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茶双获得茶叶大赛的冠军茶 怎么跟杜明强之前做的有一些相似呢 怎么会啊 我怎么知道怎么会 巧合吧 其实这事当时外面有一些议论 可是后来就没声音了 妈 你要是不想说 我也有办法查清楚的 你什么意思啊 儿子 妈 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我们茶双到底用的 是不是杜明强的配方 我知道又怎么样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 当然是为了你 你为了那个李悦慈 你一直冷落余峰 可是余峰背地里为你付出多少 你知道不知道 妈 唐薇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 经常晚上好晚才回来 我真的好怕 他会跟我签字离婚的 不会的 雨峰啊 你别难过 像你这么好的人 阿薇不应该这么对你 你就忍忍吧 放心吧 我这么喜欢你 我是绝不会让我的儿子跟你离婚的 只是我的阿薇事业心太重了 成天的心思就在那个茶双上 我 我这样吧 雨峰啊 我们是不是一起想个办法 在事业上帮到他 这样他就会感激你 就会心疼你 那 那他就不会跟你离婚了呀 你觉得呢 你怎么了 我还以为 这样唐家的面子就算保住了 就算你和余峰只能做个台面上的夫妻 也好过离婚 可是没想到啊 就在茶庄拿下冠军的第二天 茶园就起了火 把余峰红火烧死了 这时候我怎么看都像 杜明强的报复手段呢 当时只有他和余峰在场 这掉在地上的工作 这就可以证明 还有他后来畏罪潜逃的态度 你和余峰能做出这种事吗 你怎么没有告诉过我 我们王唐家真的是欠了窦家的 儿子呀 你不能这么质问我 我是让余峰偷了配方 可是顿明强他杀了人 他才是杀人数少 所以我不能接受月慈嫁进家门 这么多年在我的心里 我的儿媳妇永远只有余峰 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做人一向光明磊落 茶庄也以诚信为荣 你到底怎么想 我从来就没闪过离婚 你自以为是的后果 还导致了两个家庭的破碎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一切都是我害的吗 你把我也当成杀人双手了吗 你不要越扯越远 我没有说你杀人 但是你真的做错了 而且是大错特错 我哪里做了 我做错也是我的这个家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都是杜家人的做 都是杜家人的做 所有人都靠着 我们今天还有那天 在街上 我们拍摄 我们你 çh 我们品牌 还是说 什么 我们的钱 还觉得有点 итьс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我们这些男人一起在骑 我们一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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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什么好东西的呢 这个也会拿走个东西的 我们今天哪 对不对 我们今天哪 我说 行 行 欣宇 你怎么有气无力的 是又头疼了吗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医生吧 不要 不是 那你吃点包子呢 我可能是没休息好 一会儿就好了 好 我一会儿还要出门一个 欣宇 你都这样还说自己没事 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医生 我还得去取快递呢 什么事能比身体重要 那快递让他送家里不就完了吗 不是 我找到那个汽油厂商 寄了可能和火载有关的资料 我怕我妈看到会不高兴 所以约在外面前说 你跟人约哪儿 要不我帮你去去 你在家休息 不用了 太麻烦你了 怎么会麻烦呢 你忘了 那天我对郑浩出言不逊的 就当我弥补你们了 我就帮你去 你在家休息好吧 那 也 好